先拆開 好 來 玩具TV第十二季第三集 剛剛開完的就是這個 本人很喜歡的0080裡面的格老哥 Jagger 這次現在要介紹的也是老餅香 雖然我今年24歲 但也非常喜歡的一個系列 聖戰士 剛剛推出的又是SP 厲害 聽到你剛剛好像又開始被某些人讀到要追回 我一向也有買開這個系列 但其實動畫 就是近快才開始追回 發覺原來動畫第一集就比較不一般 你買過了第一集之後 就非常之好 以當年的動畫 首先他的故事的追看性很高 其次就是他的作畫的水準 以當時來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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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監督應該是紅村友謙 紅村友謙 對 他作畫和人設 其實機設也有負責 修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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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戀視 martyen 是挺出名的 能變得比較國際化 牽涉到一些異世界 一些 例如 És 嗯 aim 對 對 所以外國人比較容易接受 又能否 Load 對 這�就是富冰 是霸演一段副劇 他只是想脫去日本盒 所以 在這齣戲裡面 除了是藍珠角的日本人之外 他就是做足了 很多角色是美國人 美國人、法國人 好像有一個美洲人可以看到的中國人的角色也有 其實他也有牽涉到國際的問題 因為有些美國人的角色會笑日本人 說你那個假髮 他用了Jab的字 日本人也覺得你去到異世界 你還會分國籍分什麼呢 我以為他這隻真的有啞面的治療 Bastely 本身如果說機體來說 他也是一部比較獨特的機 因為這部機是沒有其他量產的 有沒有記錯? 是專用機來的 是試作機體 亦跟昆霸一樣 有錯性根證 是第一部 回到地上界還要殺了不少人的聖戰士 好了 講講故事 其實我只講少少卷耀 當然有好人有壞人 很簡單地說 好人的男主角 昆霸 佐姦祥 佐姦祥 這個駕駛員是壞人那邊的其中一個女戰士 一個叫做Lady Galaria Galaria 故事初時他經常想找機會表現自己 他虎無一部 強勁的機體 他沒有Battler 他簡直是沒有機器人給他駕駛的 好像懷財不願 未有信心去操控機械人 他苦苦哀求 我經常覺得自己 未遇到一個機會去展現自己的才能 最後就給了這部機械人試渣 顯然這部機械人的Aura Aura 力 或者叫做光環力 中真是易歌字 是光環 光環力 是不弱的 因為他是一個 簡直是強 因為他是那一大地方的人 世界的人 而男主角是一個地球人 地上人 他們的力量是應該更加強勁的 為甚麼他們要將地球人 引到異世界 因為他們的光環力 Aura Aura Power Aura Power 比他們那邊的人 是零勢勁的 但是這個旅戰時 他們都不差 所以當他們兩個 有一次拳了交鋒的時候 就開了一條異世界的隧道 就將奧拿之道打開了 令到他們可以 突然之間回到地上界 就回到藍珠角的家 因為藍珠角他掛著自己的家 就回到東京上空 去了東京 亦都在那裡連場大戰 還有他的力量 原來去到地球是會放大的 是 所以他 再增幅 平時在他們異世界的一個簡單的炮彈 去到地球 去到東京那裡發一發 就好像核彈級 核彈級 核彈級 他們兩個只是拳隊交鋒了幾分鐘 東京就死了30萬人 沒錯 這一集是在聖誓事來說 是非常之精彩的 好了 故事先講到這麼多 遲些可能會做一個特輯 嘩 OK的 我先講講這三分二集 講講這隻東西 外形就很漂亮了 本身大家都看到了 著色來說 用正常的粉紅色 但是我想 說回來 我也不敢肯定是否 應該上面是噴了一層 coating的 所以看上去是有一點反光的 不是就這樣膠的感覺 好像半光澤 好像我們噴完半光澤 是的 所以似乎真的有做過一些處理的 武裝方面 也跟電影裡面一樣 最主要就是聖劍 以及他首提的四連裝炮彈 就是我剛才說 去到地面 一發就變成核彈了 神經病 不要說那一集真是真好看 這樣寫法也是 當然 玩得聖戰時的 自然胸口可以打開 我看看他如何打開 每隻都不同開發 那個是五連發 五連發 Sorry 不是四連發 Sorry Peter說 以為是昆蟲為主題 其實他們真的用 異世界那些昆蟲 通常的類似是 鶴 他們的鶴 甚至是內購 也可能有少許那種腥肉 是 直接用那些筋肉 來做他們這種機械人 所以其實嚴格來說 他不是機械人 Aerabatto 是半生物體 沒有生命的 他沒有生命的 但他是用他們的驅鶴來做的 而他的能源 其實是駕駛者的能力 能力 Aura Power 我通常叫奧拿力 因為那時曼洲也是叫奧拿 後面非常仔細 另外四片羽翼 也是用罐透明去做 可動性 坦白說 他有駕駛員嗎 你就想 也有一張椅子 只有椅子 那支駕駛肝 不行 不行 也沒有駕駛員的配置 丹阿窮的剛剛裝 不行 丹阿窮是正常比例 1比60 這個是有點刺激 這個其實 我計算過是1比48 但其實設計 可能不是很合邏輯 變成1比48 就不適合比例 換手 手手F 這個手手比不可以 換這隻 Thank you 它這隻的顏色上也很漂亮 是 因為它不是 它不是通販 不關事的 真的 它比較漂亮 有一點很有趣 我經常覺得 它這系列第一隻 就是男主角初期的主角機 是做小了的 跟著整個系列的機器人 都比它大隻了 所以你比較一下 這個女戰士的機器 好像高那麼多 其實它零零細細整個系列 這隻的機器是做低了 大概1CM 那將來會不會補完呢 不知道 很難說 即是它本身的模型 是的 我覺得它還是有小差距 但沒有那麼誇張 本身它另外一個賣點 一貫機雲都是可動性 所以你本身看到它的關節開 都是蠻瘋癲的 我拔了這個炮 可能會比較容易看 雙方的關節 是的 一樣是對折 還有手肘的位置 另外本身的牙位 也是可以移動的 你真的這樣拔半隻是沒問題的 哈哈哈哈 我有點奇怪 我看完動畫才發現 原來它的手腕上 類似牙的護甲 在動畫中可以飛出來 有條繩子垂著的 類似有線炮 是的 原來這件事Rubo雲一直都放棄 就不會把它重演出來 通常Rubo雲的賣點 就是它重演所有動畫出播的東西 這個它就算了 不要去搞的 條腰 又是癡筋的 雖然它是女的 但也是好腰好腎好女人 哈哈哈哈 有師兄問 用索士機械手的人仔可以嗎 我想它根本沒有空間讓你坐進去 這個基本上是讓你看的 是的 它有一個技術 但其實它沒有空間讓你坐進去 很可惜的 大腿的關節 其實一眼可以看到裡面的內構 也是癡殼的 一字馬是沒問題的 很厲害 亦都歸功於當年做機設的Studio Nu 他們是很配合機械人的可動性的邏輯 公務一貴是 即是做機設的那位 他是領班 整個Studio Nu都有份參與 公務一貴 出專域 都去執行過的 但是這一隻零零細細不是它兩位設計的 這位是誰 一個我不認識的 我不認識的名字 腳你真的怎樣瘋都可以 男人喜歡瘋腳是正常的 連腳趾也瘋了 也沒有辦法 因為它真的太薄非常好玩 看到本身每一節都可以移動之餘 也可以左右扭 它在動畫裡面的對戰 很多時候連腳趾也用了 是的 而且是攻擊性武器 變了有助於貼地性 當然我覺得如果真的有玩開聖戰士系列 其實這一隻真的不能走 不過我就不太明白為何到今時今日才出這一隻 因為叫做前半部推出的布拿戰士 你真的去到最後那幾隻才出 它已經出了九九十十六 一個重要的角色 一個明場面的角色 它竟然是臨到最後 差不多是完美 只有一隻半隻才出 其他都是別色 沒錯 真的好像只剩下一隻才出 如果我沒看過 TB版只剩下一隻矮的 那個死人的壞蛋 主角一部專用機 是嗎 不是 那些軍隊 那一隻零星在咖啡色的那隻 叫Toro Toro 差不多出光了 Toro 差不多出光了 這隻本身是專業看的 沒有幾個多人會出的 是的 所以因為這樣這麼厚 真是奇怪 因為本身他們突然之間 回到地上界 在這套東西入面是一個高潮位 但是竟然到今時今日才出這一隻 還有它的受歡迎程度也不是低 無論如何都好 肯出 是可以的 你看到它是 它是做回 譬如這個是當年 不單止是個明場面 封面啊大哥 整個故事都是發生在異世界 但是它這一個是 零細細在東京 還有這個是當年的模型拍片 是 那個姿勢都是跟著的 沒錯 所以它知道粉絲有什麼 它是很聰明的 這隻是漂亮的 原來這裏有軍爆 所以我就帶了一年 厲害 連比例也跟著 當然 另外最重要的 我是期待它出了黑騎士的最終座架 那部 我未看到那部 大結局才出的 那部是重中之重 我反而期待 因為它將逆霸打敗的 那部機器 我期待就是 它不是出了它可以騎上的黑騎士 其實敵基也有一隻類似的機器 所以經常都會出場 那部選得更多 那部選得更多 對 我只是不明白它會出班 可能算是主角那邊 對 那一隻我也想它出賣 好 介紹著這麼多 因為我們真的要睡覺 但是還有玩具未必 對 待會兒見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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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人家這麼說 會不會回去看 很厲害 很認真 因為我就是玩 裝備兵 聖戰士 我就是玩 裝備兵 我就是玩機閒大戰 才認識這套 你用逆霸打的回避 真是無解可憐 大可 你打得比我當是贏 回来回來回來 快來回來 這個